鼻鼻喉科相关的医护人员 能清楚看到手术的过程 示范手术的是来自泰国的医师 在病人的下唇内缘粘末 切开不到一公分的三个小伤口 透过内视镜引导切除肿瘤 手术的入境是从我们嘴巴的前庭进去的 会有三个内视镜的这个port 然后将这个内视镜的器械 带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完成手术之后 再从口腔的前庭前面这边 把肿瘤拉出来 因为口腔的伤口是粘末 所以粘末愈合之后几乎是无痕 这一场手术直播过程 大约三个小时 蛮厉害的 手术视野很清楚 而且出血量也很少 很成熟 而且它可以不同的地方切口进去 对于病患来讲其实是 多一个选择 这一项经口内视镜甲状腺切除手术 伤口小恢复快 是医疗的新趋势 在台中辞院也有成功案例 这一位刘先生甲状现有肿瘤 就是透过这一项手术 三天后就能出院 出院之后大概就跟正常的作息一模一样 这一次学术演讲会安排现场直播手术 让人耳目一新 也提供医师对手术有更多面向的了解 大爱新闻 张力军郭纪宗 台中报道 您有多久没有翻书阅读呢 在一项下期待 剧场装 到处